众所周知,娱乐圈的艺人们都是没有隐私可言的 连带他们的孩子也同样如此 所以很多艺人为了不影响到孩子的成长 都会刻意隐藏孩子的长相 或建华和林心如就是其中之一 但却不料小海豚的正眼罩意外曝光 林心如罕见发怒指责,元宵佳节 所有人都在庆祝团圆时,林心如突然暴走 写下了一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事物 尊重隐私很难吗? 痛骂曝光女儿长相的媒体 林心如的这段话,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情 大家纷纷在评论区喊话 媒体要尊重孩子的隐私、巨星 在照片来自于小海豚六岁的生日派对上 1月7日,小海豚迎来了六岁生日 当天,林心如也晒出了女儿派对现场的画面 还配闻到,Happy Weekend欢乐周末 虽然派对的主角是小海豚 但林心如晒出的照片,丝毫没有看到小海豚的身影 可见,林心如对于女儿有着很强的保护欲 便以为小海豚的生日又会以不露面的方式度过 但不料2月5日,有媒体曝光出了小海豚生日派对的现场照片 小海豚的正脸照,也首次被曝光了出来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当天派对的氛围十分热闹 林心如邀请了不少好友 小海豚穿着一身白色纱裙 头上还戴着髮姑,模样十分漂亮 五官精致的好似混血儿儿 长相汉爸爸,十分神似 如今6岁的小海豚身高已经达到了妈妈胸部 母女俩站在蛋糕前,蓬框比美 虽然小海豚显得有些腼腆 但颜值,丝毫不输给妈妈 在小海豚的照片曝光后,林心如第一时间发文怒斥 虽然霍建华未发生,但她的心情也是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毕竟霍建华在娱乐圈一直有着女儿女的称号 早在之前,霍建华参加访谈节目时 就曾表示过对女儿的保护欲非常强 霍建华有一次带着女儿去公园玩 遭到路人的偷拍,霍建华瞬间被激怒 看路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要求对方删掉照片 除此之外,霍建华对待女儿也十分珍视 曾透露第一次抱女儿时,崩溃痛哭 第一次感觉有个东西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林心如也在采访中透露过霍建华对女儿的感情 虽然小海豚只有6岁 但霍建华已经对女儿要结婚这件事 有了抵触心理 甚至不允许女儿试穿婚纱 如今,小海豚的正脸罩彻底被曝光 几乎全网都在热议这件事 想必,林心如和霍建华此刻的心情 也难以言的心情